为了让学童们可以更了解台中的生活大小是 台中市南屯区的永春国小 以户外教学的方式带领27名的学生来参访台中市政府 而台湾市长林佳龙也特别亲自接见 对于市长的工作小朋友们都显得相当好奇 还有人问如何才能够当市长 而市长也都亲切的一一回答 消防表示希望能够让孩子 透过跟市长面对面的交流学习 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小学生们勇敢的举手提问 市长也亲切的回答每一个问题 为了让学童们更加了解台中的生活大小是 台中市南屯区的永春国小 以户外教学的方式 带领27名学生参访台中市政府 台湾市长林佳龙也亲自接见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跟他们互动 这样的一个户外教学 透过实地的来拜访市长 而且还问了非常多问题 我为什么要选市长 什么样才具备做市长的条件 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心声 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们看到教育的方式可以很活泼 大家走出教室 去关心我们台中市的所有大小事 小朋友们对于市长的工作都显得相当好奇 还有人问该如何才能当市长 甚至关心捷运何时才能通车 市长则表示当市长需要服务别人的热忱 以及治理城市的专业知识 海宇诺一定会增加校园图书设备 打造良好的学习空间 觉得当一个市长应该很难 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当上一个市长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小朋友他透过来到市政府 然后也了解市长他一天在忙些什么 我相信他对于未来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还有以后他为大家服务的这种服务学习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小朋友送上课堂共同栽种的黑豆盆栽 与市长分享豆苗成长的喜悦 而市长则回赠了七桥板 让学童们认识形体的概念 除了与市长面对面的交流 校方也带着学童前往议会参观 希望让学生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蒋阳东环台中采访报道